一名女子神情鬼鬼祟祟走到旅馆柜台旁 先是开了右边两个抽屉 发现没有想要的东西 又开了左边抽屉 拿走手机充电器 但她的最后目标就是红包里的这些钱 只是柜台怎么会没人 我们旅店从凌晨一点的时候 到早上九点是没有柜台的 然后所以那位小姐 我们那天来的时候看到的情况是 我们抽屉最右边两个抽屉是被打开的 切案发生在16号清晨 业者解释隔天上班时 员工发现抽屉被打开 损失的都是庙宇求来的发财金 主要是要把房卡拿走 我们怕他再进来偷 所以你这个不能设定取消吗 没办法 因为房卡在他那边 旅馆有贼被害人说 偷窃女子和自己的小孩一样大 享受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因此没报警 只是打电话给对方物归原主 女子却没回应 我们有打电话给他 但他都不接电话 他都没有接电话 对 不接电话 然后不然就是把电话按掉专语音 我们又传讯息给他 做生意难免遇到小偷 业者无奈 往往报案却都没下文 公布偷窃影片 再度呼吁小姐 东西归还就好 可以当作没事 TVBS新闻林志伟 杨琪 桃园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杨琪 请不吝点赞 杨琪